你好 你好 我算是看出来了 这小子就是个学渣 从小就很懒 没想到他长大以后变得更懒了 来嘛 和我说说话嘛 每天都是我对着他使劲说 从来都没有得到过他的回应 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感觉到羞愧呀 不过从他这个表情来看 好像并没有啊 甚至我还看出了一丝得意 也是差不多四个月了 胖胖现在就会一句你好 而且还要看他的心情 其他我教他的他一概不说 最近也是在换鱼了 可能头上这些鱼管没人给他掐 心情有些烦躁 学说话也不是很积极的样子 本来给他掐鱼管这个火是小灰灰的嘛 结果这家伙不帮人家掐 每次都是胖把小灰灰头上的鱼管掐得干干净净的 然后他就跑了 等人家把头伸过去等他露的时候 他理都不理 所以说这些工作现在就变成我的了 你们看看吧 呀子这满头都是鱼管呀 摸起来都是各手的 我这手用没轻没重的 有时候吧还会把它弄痛的 看吧 就跟人的头皮蟹一样 越搓越多 能给他弄多少弄多少吧 这种心长出来的太短了 一点都不好弄 随便给他弄一弄 就像十天没洗头了一样 再给你搓一搓 头上这个鱼粉是越搓越多 算了 还是打喷水给他洗个澡吧 每次只要有水洗澡 这小老三就特别积极 而且我特别喜欢看虎皮洗澡 很好玩 他过来抢着洗也好 可以带动这个胖胖的积极性 不然的话我估计他沾半天 都不会自己洗一下 因为这家伙实在是太难了 快洗 给你浇两下 天气凉啊 洗了好回保温箱里去了 主要是想让他洗洗头上这个灰 他头上灰太多了 来吧 慢悠悠的 跟个老大爷一样 抖一下呀 你在滴水了 抖一下呀 小贼 就已经懒到这种程度了 全身都在滴水 他都不会抖 其他鸟每次洗了澡以后 都会甩几下 这家伙竟然还需要我来帮他 小时候不跳球来舞 我忍了 长大了不爱学习 我也忍了 现在就连洗个澡 抖水都需要我帮他抖 真的是被他搞得不会了呀 从来没见过这么懒的鸟 好了 你在里面关着吧 烤干了我再来接你 对啊 好 好 好